曲名不佳 各位網球教練 各位救火英雄 大家好 我是瑪莉 各位姐妹透腦 大家好 其實在集資計畫 事情不是你想要那樣 集資計畫開始之前 我的心情是蠻平靜的 就是因為之前就常常有在節目中預告說 我要做單曲 我要做單曲 它不是一個真的是很突如其來 就睡醒有一天你就發現 怎麼有這個計劃 就其實鋪陳很久了 因為我是晚上節目到了凌晨兩點嘛 然後所以開麥的時候我是在睡覺的 就是我不太清楚那個狀況 是我睡醒之後就是看一下手機才發現 喔原來開麥的時候 Harrell他的網站有當機 我就覺得天啊是天后嗎 不是只有天后才有當機的待遇嗎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對我非常非常的好 你就是真的在11月11號11點11分上網買 然後經歷到當機的那一切的話 因為我知道當機換人家真的非常非常不爽 然後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都順利的買到 那真的很感謝大家支持我的那個集資計畫 我個人最期待的可能就是 就是最貴的那一個跟你一起 就是直接面對面畫你的畫像 因為不是因為他最貴 所以我才說他最期待 是因為其實從以前開始 我就是我一直都很想學畫畫 因為我沒有我沒有真的學過畫畫 那不管什麼素材我都想試試看 我是打算滿認真真的會找一個畫室 然後希望有個老師在旁邊指導我 因為我就是一個新手 我不知道如何下筆 所以就是我自己可以學到 我很久很久以來想要學的東西 然後又可以 就是你就是我的第一個成品 我覺得蠻特別的 最怪的就是Uber啊 就是大家怎麼會信任我當司機呢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且最近 在節目上我們會聊到那個 瑪莉Uber的事情 然後我另外一個主持人 馬克就不停的想要 塞隆聽眾 就是你有買Uber那一個 你要盡情的整無瑪莉 比如說你又就是要求他 早上七點來接你 就是早上七點到七點半 是他最崩潰的時間 然後還有聽眾問我說 那嬰兒算一個人嗎 那如果是小孩八個月很OK啊 然後馬克就說 那你記得在他車上進行換尿布啊 然後把那個屎啊 狗肉到處都是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希望 屆時就是你有參與瑪莉Uber的大家就是 我們就是互相嘛 做人就是好兇啊 你對我好也對你好啊 這樣對不對 走陰天后吧 就是因為數位上架 所以其實雖然還沒有發單曲 大家都可以聽到這首歌 在節目上播的時候 就有聽眾打電竟然說 誒我瑪莉那個tune也tune太大了吧 然後我想說 這年頭 我這個程度就是要tune好嗎 我就是要修一下 不修能見人嗎 就是 你要不修的版本 當然你去那個姊妹濤有幫我撿那個 現場的 誒你不知道 如果你 你發單曲你還收那個版本才過分吧 我不是陳啟貞 奈胡迪迪可以這樣直接出的嗎 就現在有的時候會有 就是會有聽眾說 誒節目上要不要再播啊 或是能不能再點啊 就反而是我有點 不好意思一直播 我怕播久了 銷量下滑 很多人退款怎麼辦 不要這樣 我們錄得很認真的 小玉老師很認真的 一直都推人家的名字出來有沒有 就最好玩是因為我沒有真的進過 錄音室唱歌啊 就很多事情沒有做過 嘗試看看我都覺得很好玩 那最難的當然就是 你的grooving啊 你的節奏感啊 你的音準啊 加上那個時間 不多就是我只有進一次錄音室 然後那一次大概三個小時或四個小時吧 就是在那個 就是你唱久你不是專業的歌手 你到後面你可能聲音也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就是 是在那一個環境之下已經 我覺得已經盡力完成了啦 我個人最大目標還是希望 一千張都可以找到屬於他們的家庭 我希望我的寶寶不會無家可貴 我不喜歡他們都住在我家 太多人了 記不下 所以大家如果都很幫忙 大家都很熱情的 支持這次的集資計畫的話 之後搞不好吳瑪麗就會有更多有趣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是產生 給他一點信心 給他加油打氣 風雨生信心